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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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这新上任的独军年纪轻轻的心狠瘦了 两年前罗承第一富豪顾家一夜之间被全部免了 那就是他送给周大帅的敲门砖 现在又傍上了周大帅的女儿 就是靠女人上的 就是 你干什么 周小姐 那就是周大帅的前进周角角尺扯不起 谁在乱嚼舌根 黄爷哥 照我说 就应该把他们的舌头给割下 不过是解决非议罢了 果然这 redesign 努迹 你 你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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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什么事我这 好发不长开 好见不长开 朝在街上门 父亲说下个月初时是个黄道吉日 让我们赶紧成婚 你说呢 红野哥 何日君在来 喝完了这杯轻轻的小菜 战胜难度 我新拍的电影也有一段舞女的戏 你要是喜欢 我晚上跳给你看个好 来来来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冰箱里边河 何日君在来 这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军身边的女人可真不傻 杜军会怎么对待她们 分人 那对待仇了呢 杜军是会把她们杀了 埋了还是千刀万挂 我会把她吞了 杜军 看你还有什么花招 小红颜 去死吧 小红颜 小红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红叶 是你杀了我全家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你爹当初害了我萧家十余考人惨被吵架 让我爹留了街头动魂而死 让我眼睁睁看着我娘被人凌辱投机而亡 姑娘 这一切都是你家最有应得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再诬陷我爹 姑娘 你我两家的血海甚至我一刻都不敢忘 所以从一开始 你就是处心激励地要接近我 说什么爱我 都是皇爷 我就是你保护我爹的宫军 能成为宫军 是你的中心 来 来 小红叶 你是个瞎人小小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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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看她 我一样红的枫叶 就像你的鸣子一样 小红叶 你要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拉钩 阿姨 你是谁啊 她居然还活着 看来这两年她为了复仇吃了不少过 你是谁 眼诗一语 果然对仇人之女的人赐 就是对我孝家满门尊严的浅荡 我怎么在这儿 干嘛靠着我 侯 你失忆了 你要干什么 姑母 不得不说 你的眼睛还真是精彩 姑母 截着眼 我倒要看看 这两年你学了多少本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耐心有限 再装下去 我就让人抬着你出门 既然你觉得我是在演戏 那我说再多有用吗 我警告你 你什么目的我想你我都很清楚 我奉劝你一五一十地都交代 否则 你要杀别杀 冬军 大声警报 我为什么是他 但是要死在辩重 要死死他 是一个世音系列 不如前召唤 女人 好 得罪了都军 你还想逃 你又是谁 我 我是萧红叶的未婚妻 都军府未来的夫人 萧红叶 就是那个靠着我的人 还装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跟我上 上 你要干什么 小姐 站住 站住 放开我 游戏才刚开始 怎么能放开你呢 实话说吧 你失不失意 对我来说 并不重要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是我的丫鬟如梦 我当然想干嘛就干嘛了 丫鬟 如梦 你不是说我叫顾梦吗 看来你的耳朵和你脑子一样不好使 你 你这是对待丫鬟的态度吗 你这分明是对待仇人的态度 接着说 从我一醒来 你就对我要打要杀 不是仇人 还能是什么 你几次三番地想爬上我的床 我怎么能不厌恶你 不可能 你 你放开我 小红叶 你还不如杀我 你放开我 你 杀了你 谁来伺候啊 你 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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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君大人 别乱动 我问什么你打什么 我是谁 你 你是如梦 那我怎么会失忆 你 你想飞上直逃变凤凰 成为独军府的一太太 所以 被独军拒绝之后 你又爱生恨 在舞会上想刺杀独军 独军抓你的时候 你 你头 头 磕着 说句话 如梦 你我都是丫鬟 我何必要骗你 你有何苦要为难我呢 求求你 你 红月哥 你看他多狠 从小到大 我爹都没这么打过我 为什么非要把这个丫鬟留在府上啊 留他自有用处 你难道是看上他了 我不管 你快点把他赶走 不然你可以先回大帅府 洪野哥 我们的婚期还没定下来呢 我现在回去 也没法跟我爹交代啊 让你消下去了吗 怎么 我还得喂你吃 你个粗食丫鬟懂不懂规矩 你怎么跟洪野哥说话呢 好 好 都军 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 夹菜 以前 我就是这么服侍你的 以前你可听话多了 我可没听说 失忆还能把人的性格改变呢 我只是好奇 一个最低等又听话的粗食丫鬟 怎么会有身手 表里不一 贪慕虚荣 窝藏祸心 要不怎么说你是卑贱的丫鬟呢 都军对我的评价这么高 我可得好好谢谢都军 这杯酒 敬都军 这么好的饭菜 浪费可就可惜了 放开我 吃 吃 又是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偷懷送抱 做梦吧 你小红叶 你 你放开我 既然你自己想偷懷送抱 就别装什么真吉利 原来你玩这么一眼 你就这点小把戏了 我真想把你这双眼睛挖出来 正好 我也不想再看见你 别急 以后有的是玩的机会 他明明有机会杀了我报仇 却只是想偷要是套保 看来他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凭什么抓我 就凭你是个贼 贼 对 你偷了我的东西 欲加之嘴 何患无辞 你分明就是在诬陷我 那又怎样 你一个小小的粗屎丫鬟 我还不是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 你 我今天就是要教训你 给我捆起来 是 我看看他挨了鞭子之后 你是不是还这么老实 放开我 吵死了 洪夜哥 这个荣妄起了贼心 他竟然敢偷我的东西 你丢了什么 衣服 我新买的衣服都不件了 一定是他存心跟我作对 你分明就是在诬陷 要不 你拿出证据来 你还得狡辩 没有证据就想动私心 堂堂都军府 就只知道欺凌弱小吗 如果是这样 那你们打就是了 好 我们不能欺凌弱小 洪夜哥 你就这么放过他吗 只是打也要打的 名正言顺才是 我的房间你们尽管送 丢的是衣服 送你的房间有用吗 我没有投胎衣服 凭什么要脱 如墨 我这是在帮你证明清白 我不需要 那怎么行 快脱 他衣服不在我身上 我为什么要脱 我耐心有限 这下可以了吗 这下可以了吗 看清楚了吗 都是丫鬟服 万一佼佼丢的是杜兜呢 小红颜 你几个败类 以后 我会百倍千倍地还给你 好啊 我等着 接着拖 接着拖 滚 优优独播战 那像雨 飘落在我内心 分不清爱 算不算侥幸 我的时间 你厚然来临 就不再风品浪迹 你的爱事 决定我的隐情 你的眼睛 操作我的表情 从不住哭泣时的声音 是我的眼泪太任性 你想把风雨被淋进 我的风景给我 对你已经值得伤心 我的爱被重新却又被你 消灭热情 你想把风雨过去 带走我的爱情 我想留着它 你看它 火一样红的枫叶 就像你的名字一样 那我就把它做成书签 给你用 红叶 过了今晚我们就是夫妻了 你会一直爱着我 守着我 一直对我好吗 你的要求未免太简单了 那我要你每天早上 都用一个热烈的蚊帽闻醒 然后抱着我去吃早餐 我还要你陪着我去做旗袍 听小曲 总之小红叶 你要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拉钩 我答应你 好 好 好 小姐 手势给你拿来了 放下吧 阿东 是 那我也去准备一下 等一下 今晚里程之后 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什么 哎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嗯 好 味道 去 我寻找你 图脑 偶尖 羡慕正于焚 死于陶景 羡慕肖晴妮 死于东河 羡慕肖于焚 死于陶景 羡慕肖晴妮 死于陶景 羡慕肖于焚 死于陶景 我根本不是小红叶的对手 又逃不成杜菊的负责 她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一个丫头 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童猫 杜菊喊你去服侍 知道了 既然已经这样了 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尽管来吧 杜菊有什么吩咐 自己没张眼睛吗 行 我这就去打水 好 是 好 好 好 有种人 一点小活你都干不好 我这就擦干净 还有这儿 好 我擦 这种脏东西也配碰过 这下满意了吗 满意 你这种老实低贱的样子 还真像个丫鬟 多谢独军夸奖 还愣着干嘛呢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一向喜欢我的丫鬟 用身体服侍我 那要不我把衣服脱了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既然你这么积极 那我就勉强诱了你 滚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红叶说他喜欢我这么服侍他 我不信 一定是你这贱人勾引红叶哥 那你可说错了 杜军刚才还说要要了我 周小姐 这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 红叶哥 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绝对不允许这个狐狸精进家门 我爹也不会同意的 红叶哥 你不能留着他 你快把他赶走 你快把他赶走 进家门是不可能的 最多当个通房吧 什么 这不是你一直都想得到的吗 既然如此 红叶哥 就让我教一下如梦当通房的规矩吧 好啊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最下贱的通房 别想拥有任何名分 也休想怀有子嗣 那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什么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我虽然现在没有名分 可是杜军以后 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心灵 都会牢牢被我拴住的 你就算是正妻 怀了再多的子嗣 最终 她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做梦 在都军府 永远我为尊 你为卑 我可告诉你啊 只要我在这都军府一天 我就早晚有被扶正的时候 你以为都军府是你想待就能待的 你也配 我配不配 不还得都军说了算吗 你要是能做主 我还能待在这里 怕是您 也是要看都军的颜色行事吧 你胡说 你以为我赶不走你吗 你也就是耍耍嘴皮子功夫 那有本事 你赶我走一个试试 好 我现在就送你出府 来人 不用 我自己走 你要干什么 送你出都军府啊 永远不能再回来 给我乱棍打死 扔出去 是 住手 去哪儿 洪夜哥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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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 命不就已了 我恐怕 看来这次你伤得很重啊 我要是再不去医院 恐怕就熬不过今晚来看 要不要帮你背车 这样你在去医院的路上 就可以夺车而逃 跑得更快 是不是更和你一样 就你这点小伎俩 还想瞒得过不 小红叶 小红叶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从醒来到现在 你逃跑不成又反抗不了 就用了反剑剂 激将法 苦肉剂 真是一刻都没有歇着 既然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就不能放我一马 因为你是我的丫鬟 所以呢 谁呢 所以没有我的允许 你这辈子都逃脱不了 我劝你死的这条心 你的生死 不过是我的一句话 行 我放弃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以折磨我为乐 既然我打也打不过 跑也跑不了 用的招数都被你拆穿了 我干脆就放弃了 丫鬟也好 通房也罢 都军想如何就如何吧 放心 我会仔细想想 该如何玩你 写干净 你干脆的 好 如梦姑娘 整整齐了吧 等点以前 一会儿 有的是时间让你敲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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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婷 时间差不多了吧 幽默者上去有十五分钟了 小姐 那去把洪爷哥叫下来 好嘞 那咱们也去看看这出好戏吧 不要啊 静 我不要了 静一点儿啊 小姐 小姐 我不是让你去叫洪爷哥吗 周小姐 都君不在 他吩咐过我 周小姐有任何需求 我都要尽力满足 罢了 程副官眼见一样 是出了什么事吗 进去了便知道 程副官好好看看 这诺大的都君府 竟然出了如此难道 与昌迎见卖俏之事 若是让红叶阁知道 红叶阁 你怎么在这儿啊 红叶阁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然你以为是谁呢 你 你就这么按耐不住 这么快就开始勾搭别人了 分明就是有人陷害 别说你不知道是谁 我凭什么信你 那我就让你看看 是谁在大张旗鼓的贼喊捉贼 快不要啊 轻一点啊 出去 出去 走走 快 快点 走 走 这下你看清楚 你未婚妻是个什么货色了 你又能好到哪儿 至少我不会主动害人 利用完我就想走 我是在帮你 你故意让别人 看到我们在一起 不就是想在人前做事 你跟我的关系 让都君府的人 不敢再欺负你 好 辛苦都君陪我 也真一出了 稍守还招 记住了 你只是个低贱的丫鬟 好 红叶哥 你累了吧 这是我爹从苏州带来的碧罗春 你尝尝 天气凉了 我要不然给你加件外套吧 红叶哥 我错了 你别走 你其实都是我太新奇了 我害怕如梦把你抢走 我害怕失去你 以后 在都君府 我不想再看见这种事情 我不敢了 红叶哥 我只是太爱你了 好了 再不松手 给你准备的生日夜礼单 可就湿透了 你给我准备了生日夜 红叶哥 你真好 我去拿张纸 再写成新的 来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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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谢谢 那个 这些都是你给我准备的 喜欢吗 喜欢 去看看我爹来了吗 大帅 请自重 自重两个字怎么写呀 要不 你教教我呀 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小女子挺带劲啊 你呀 就是欠调教 义父 教教正吵您呢 你看我忙着呢吗 等会儿 让大帅教教你怎么做人 好不好 义父 义父 我看她的装扮 应该是都军府的丫鬟 你什么意思啊 我玩一个丫鬟 难道还要看她 萧红叶的脸色吗 义父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今日使萧都军 特意为娇娇大摆生日宴 这人来人往的 万一被人看见 义父欺负一个丫鬟 那岂不是有损义父您 堂堂义方大帅的荣誉吗 愣着干什么 宴会开始了 你没事吧 谢谢你啊 还没请教先生遵性大名 我姓周 周紫辰 请问姑娘怎么成活 我叫如梦 如梦姑娘 看这倒是有几份面书 可能是我大仲相吧 周先生 以后我再报答您 我还有工作要忙 就先走一步了 早周 老黄 好久不见了啊 大小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哪里哪里 还是夫人更有韵味 爹 干什么呢 大帅 冯爷 武会案查得怎么样了 已经有线索了 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你可得把这根线绷紧了 一刻都不能松 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人 大帅放心 爹 今天我生日 你们这些公事 可不可以改天再谈 好好好 今天不聊公事 爹送给你一个礼物 什么呀 各位 今天爱女生日 我送给她一件礼物 这个是最新款的自动手箱 全罗程只有一把 今天我送给我的爱女 你随身携带 如果有谁敢欺负她 你想帮了她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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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娇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要不然换车 本小姐打的是苹果 又不是她的脑袋 我来教你开枪 脚展开 肩打平 瞄准目标 瞄准目标 开枪 红月哥 你看他下的 哥哥 我的礼物你可还没有给我呢 娇娇 好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红月哥 好看吗 好看 喜欢吗 喜欢 街坏 我把你让你出来仓 最后感情 我来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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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来 来 来 小心 小心 荣睦 荣睦 医生 江医生 荣睦 坚持住 医生 医生 准备坚持住 如梦 怎么样了 万幸 子弹只是射中间娘库下方 好在离心脏海有一些距离 已经取出来了 脱离危险了吗 我看点药 你一定要看着它喝下去 晚上可能会发烧 别让伤口发炎 看它们能熬过今晚吧 好 辛苦了 请 好 我是不是要死了 没有我的允许 阎王都不敢收你的 那看来我就算死了 那看来我就算死了 也是下地狱了 先把药喝了 你故意的吗 我杜君就是这样 对待自己的救命恩人的吗 我杜君睡了 是吗 我初语 人吗 我 你又要死了 你说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什么 我真觉得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你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开 都军吩咐过 谁也不能打扰如梦姑娘眼上 你 周小姐 请回吧 多谢 都军真是彻底放我自由了 你觉得可能吗 一颗子弹换一颗脚链 我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觉得亏 那你想换点什么 虽然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但我也不敢跟都军讨价还价 就是我有点饿了 饿了 来 握手抬不起来 好疼 这要好掉了吗 这要好掉了吗 还可以吧 那你给你喝 没想到 他还有这么温柔的时候 都行头 来 还挺会找过人的 你的外聚 决定我的引擎 你的眼睛 操纵我的表情 蹭不住哭泣式的声音 是我的眼泪在任性 你想帮方越带离境 我的风景 给我你力尽致 先把药喝了 小心却又没听 救命热情 你想帮方越过境 带走我的爱情 只剩一座毁坏的曾经 后来我闯进了别人的天气 以后如梦就是我的贴身丫鬟 只需听我一个人的命令 这粗屎丫鬟和贴身丫鬟的待遇 差距够大的呀 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 还差什么 我再差人去买 你俩冷心热的家伙 你俩冷心热的家伙 只剩一座毁坏的曾经 后来我闯进了别人的眼睛 都有你的倒影 原来你是风雨离开在灰烬 知道的当你是个丫鬟 不知道的还以为 红叶哥请了尊菩萨在这儿供着 呼吸新鲜空气 有助于身体健康 你什么时候这么柔弱了 你分明就是借着这个勾引红叶哥 你给我起来 住手 红叶哥 你看他哪有一个当丫鬟的样 是我让他在这里 很痛吗 很痛吗 没事 就是有点冷 我要是有周小姐这件狐皮大肠 应该很暖和吧 你 给我 红叶哥 他这是在装 罢了罢了 罢了罢了 风寒咳嗽而已 总比不上 中枪疼罢 给我 在战场上 我和承铭出生入死 依靠的就是绝对服从我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说什么你都要听 懂吗 都这种时候了 你就不要再说教了 我这不是说教 旧人不是一名还一名 行吧 都军懂得道理最多 那要是自然 如何忘却 灵顶山林 空吻旅山 青年歌演演狱 几番贪君生 我卫生 就是风起而我还在等 可谈 雪上卫生 迷雾剑深 突然春寒 可谈 你别水云 落花无分 思念收集散 可谈 君生卫生 口吻心满天 为人 泪若搜索 月泪 闲断月情风停 可谈 君生卫生 迷雾剑深 突然春寒 可谈 你别水云 落花无分 思念收集散 可谈 君生卫生 能够闻心满天 为人 泪如搜索 月回山段 陆军 陆军 什么事 插到了 陆军 是 子 可谈 人 都 人 人 其 人 人 人 你 人 军 人 你 人 已经调查出一些线索了 正在顺头目挂 它消失那两年的行踪 我要一天不乱 是 刘酸 你是谁 谁 谁 不许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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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怕你来的 红叶哥 这大半夜好端端的 你这是做什么 周小姐 我求你 拒绝我 拒绝我 我不认识你 周小姐 你不能犯得也不认账啊 不是你说 只要我毁了容梦的容 你就帮我还击赌债 还有 上次也是你让我叫人 去玷污容梦的 求求你 你可不可以不能不管我呀 不然 赌绝会给我打死我的 你住嘴 周小姐 你不能这样 赌绝 赌绝 我错了 赌绝 我错了 赌绝 我错了 我错了 赌绝 赌绝 是他 这是我干的赌绝 是他 是他 赌绝 我错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 没错 是我做得又怎么样 那个贱丫头想要勾引你 我只不过是想要教训她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的丫鬟 红爷哥 我是你的未婚妻 在这个家里 我没有做主的权利吗 请 做主 你是待太久又成为主人的错觉了是吗 你什么意思 算算日子 你该回去了 小红爷 我爹可是大帅 你敢赶我走 陈铭 送他回去 小红爷 你竟然因为一个丫鬟赶我走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过她的 周小姐 车备好了 我来 我来 这是我们萧家的祖传敬窗药 不会留疤的 别留就很好 疼吗 очень 疼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逞强 我说疼 又能怎么样呢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好 好多了 药还没上完 不用了 杜鹃 我救你 不是因为要图你什么 那日你从小四手下救了我 我记得你的恩情 宴会上 我被人拿枪当靶子用 你一击击中 也算是起了威 所以我就想着 不管你以前对我怎么样 有恩还恩 我们算是两清了 两清 没错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赶走周小姐 得罪了大帅 你都听到了 她叫得那么大声 我又不是笼子 不过你真以为自己 能影响我做决定 我萧红依也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可不是靠一个女人 不过你 算我白担心了 你好好休息 不过你 荣梦姑娘身体还未痊愈 切勿受了风寒 是你啊 周先生 你怎么来了 我是专门来替娇娇向你道歉的 悄悄在家中一向交纵 要是给荣梦姑娘造成了麻烦 姑娘请多担待 周先生 你帮过我 我很感谢你 但你是你 她是她 若真是要道歉的话 你让她自己来吧 你说得是 只是我作为哥哥 对妹妹的言行也有责任 所以才来道歉的 这支钢笔作为歉礼 送给荣梦姑娘 若姑娘以后有事情 可以来西街的人心药铺找我 我一定尽心尽力 为姑娘排邮简单 你的道歉我接受了 礼物就算了 姑娘不必推辞 事不相瞒 自从上次匆匆一接 我便与如梦姑娘一见入顾 难道如梦姑娘 没有把我当作朋友吗 是朋友 那周先生以后 叫我如梦便是 你唤我紫辰便可 快走 快点 别猫子 跟上 快点 快点 我老死点 好 这是怎么了 跟上 图君还是这般我心我素 这青天白日的 在大庭广众下 就该抓捕刘明 光一被耗时的记者看到 走 又该说都君 麒麟弱小 转断蛮横了 少王爷 过来 少王爷 你没有证据就乱抓人 你简直欺人抬身 姑娘 你没事吧 怎么是她 淑木 你认识她 她之前帮过我 先把你抓都君 我看你是活腻了 少夫过来 快住手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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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救我吧 我是愿好的姑娘 你救救我吧 醒来 过来 姑娘 我是愿好的 都君 这是怎么回事 你伤好不用休息了是吧 都君 不要责怪如梦 刚才是我拉着她两天的 你来我府里 就是为了找我的丫鬟聊天 我是来提醒你 娇娇是你的未婚妻 再怎么样好生劝导便是 大帅看见娇娇哭了一夜 心疼得不行 发了好大一通火 都君不去看一眼吗 不必了 没空 知道都君日天万机 原来就是在忙着抽 这些可怜人的鞭子 我做事情 什么时候需要你来过温了 可你这样鞭打他们 殴打刘明 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父母 够了 收起你的虚伪的兽武血 承命 是 把他们都关起来 走 好 好 快点 快点 跟上 都君这般若是传出去 走 整个罗城 怕是又要院生赛道了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不要妄想定论 都君 我给你做了点宵夜 小小伙 紫辰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紫辰 她说什么你都信 正是因为不信 所以才来问你的 我还真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跟她这么亲近 我不过是想来问问 那些人被抓的缘由 我做什么事情需要告诉你吗 你 我提醒你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不过是个小丫鬟 对 我没有资格对都君指指点点 那也烦请都君以后 不要过问我与谁来往亲密 用了行 坚持不了多久了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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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线索都没有留下 那边是如梦姑娘吗 她出来做什么 她出来做什么 好 里边请 没想到白霸人就要送黑霸人 我只是老舌子要做什么 老人家 她只是被送到了都君府而已 并没有下令要处死啊 如梦 你来得正好 她在都君府当差 你来 不信您可以问问她 如梦 这就是上次 帮你那个服务生的母亲 小贤 小虎也抓了我儿子 他这么残暴 我儿子 他一定凶多吉少 老人家 都君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 您放心 他一定不会 你知道什么 城外我们一个村的人 都被他给杀了 我可怜的儿子呀 娘不如随你去了吧 老人家 您别着急 不能不着急吗 姑娘 您能救我儿子出来吗 这 这恐怕不行 她就是个丫鬟 老人家 您就别为难她了 让我儿子最后吃一顿娘做的饭 吃饱了再上鹿鹰吗 姑娘 求求你了 求求你 就送这儿吃了 我求求你 给你跪下了 你先起来 起来 起来再说 来 罢了罢了 我去帮你送饭就是了 好 晚上我给你送过去 如梦 你心地真好 举手之劳 其他的 我也无能为力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 这是咱们两个的秘密 没有打扰到二位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 这是咱们两个的秘密 没有打扰到二位吧 子晨 周小姐要的东西 我都已经记下了 好 我替她谢谢你 没想到堂堂大帅易子 身边连个使唤的丫头都没用 竟然用我都军府的丫鬟 都军调教丫鬟的确厉害 如梦聪明伶俐 不知可否向都军讨料她 如梦 出来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以为都军刚才 都已经听得很清楚 我提醒你 你只是一个丫鬟 别整天妄想着攀上高枝便风 小心摔得很惨 我的事 就不劳烦杜军费心了 看来你好得差不多了 自己走回去吧 事情好了 可怜可怜 睡就好了 停车 上车 走 知道我那天赢多少吗 站住 干什么呢 放都军的命令 过来送饭 进去吧 好 那天花开得特别大 我跟你说 真要熟 不进去 不用烦了 不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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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先下去吧 快点啊 是你 你娘托人送来这些糕点 说都是你最爱吃的 我娘聪明下去 说爱而不义 让你老白把人做爱把人 姑娘 我知道我彼此无疑 在十里死之前 就姑娘给我们娘带去我 你说 别动 你要干什么 都军府借位森严 借姑娘人肉动他一用 我 别动 走 散开 放开我 别动 放开我 散开 放开我 别动 别动 萧红叶 放我出去 否则我让他陪上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就是生日宴上 刺杀独军的头目 本来他们想半城流亚 逃出罗城 独军早有不拘 在城门口 将他们一网打击 站住 站住 别动 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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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独军 你快点放我出去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我不过是一个丫鬟 堂堂的都军大人 怎么可能因为我放走你这个杀人犯 没错 你押错网了 劝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 既然你这么不重要 那你就去死 杀 干手 杜军 他三番两次意图刺杀你 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势力 不能让他走啊 让他走 走 出了杜军府 你打算怎么走 小王爷 你马上给我准备一辆车 快点 去办 对了 车上给我放二十根金条 一把枪 一百发子的 一切照办 副队 小王爷 你不可能对我这么好心 当然 我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 忠孟 你有没有事 小王爷 去死 你怎么样 没事 雨se 懒 岭婚 城副官 你先去煎药 这里就交给我吧 哦 是 我会不会下手太重 绑得太紧了 你这点毛巾 算什么 抱歉 我知道偷走你玉佩 接近凶手 你很生气 所以我向你道歉 这次是我不变是非 错信凶手 不过幸好 你之前告诉我 在危急时刻 一定要听你的命令 记性这么好 我还记得你说过 救人不是一命换一命 独军可是汪了 我是我 你是你 你只管照做便是 下不为例 物归原主 我的手受伤了 你帮我放回原处 这男子好 你在说我坏话 我哪敢啊 你有什么不敢的 独军 腰间好了 速度这么快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事要忙 那个如梦姑娘 还要麻烦你了 哦 吃 趁热喝 我不喝 你不好好养伤 小心胳膊落下残疾 一点小伤而已 不作为君 小红叶 你不愿意喝药 不会是怕药苦吧 我堂堂都军 会害怕药苦 你放下 等药凉了 我自己会喝 陆断 belt 我 半 小红叶 娘 你这个不孝子 你忘了我和你爹是怎么惨死的吗 娘 孩儿一刻都不敢忘 那容金怎会爱上仇人之女 我没有 你有 我看你已经把萧布两家的血海生仇 都抛之脑后了 我和你爹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 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宵家子孙 娘 娘 你别走 娘 娘 明天我再来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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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二语二十三人 被有心生 肝肠痛乱 甚至混恶 陆军 该吃药了 我在里面还加了糖 滚 蜀梦 你没事吧 我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 我今天刚得到消息 就马上赶过来了 你是想说 你不知道那个服务生 是厮杀萧红叶的凶手 你也不知道那个老太太 实在故意演绎出苦肉计 我关心你还来不及 怎么会让你和凶手接触呢 我现在心里还是很后怕 如果你真出点什么事情 我这辈子都将活在愧疚和悲痛腾臭 蜀梦 我对天发誓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 我遭天打雷劈而死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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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底 还说我自己是人不轻 蜀梦 你不怪我了 你他的脑子 怎么可能想到有些人 会带着两副面孔呢 都军 你什么意思大可直说 不要平白无故猜忌别人 放心 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相信都军大人有这个能力 都军 你的药 今天都军脾气不好 你提好精神好好干活 把这里给我打扫干干净净的 听到没 好 萧家这是 只剩他一人了吗 他这些年 一定过得很孤苦吧 谁让你进来的 对不起 我马上把他修复好 来人 拖出去 今天是都军母亲的忌日 如梦这次算是撞到枪口上了 谁让他这么不张眼呀 触碰到了都军的底线 就是你 你没事想跟他一起发跪 好 这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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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江南 而来的一片月 若如弧心的桥节 似春日 飞来的一只蝶 惹我心花摇曳 偏是人 海里一片 身体恐怕快收不住了 你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寻软了 你知道我不是为了他 那剑伤 然一遇 你是在罚你自己 他在外面跪了多久 你就在寺堂赔了多久 你在罚你自己明知不该动心 却又发护本能地控制不住你自己 够了 有些事 已经超出你的控制了 独居 平民 把我准备一下 我要去打帅房 睡 我会谋作一片 此生再不愿分辨 此生再不愿分辨 小姐 来 多吃点 乔乔啊 你可是为父 养了二十多年的心肝宝贝啊 多吃点啊 你怎么还不滚呢 大帅 我知道错了 我来接娇娇回家 你竟然还有脸来找他 为了一个丫鬟 让我的宝贝闺女受气 成何体统 大帅 我一定会用自己的行动 弥补佼佼佼 我就告诉你 绝不可能门都没有 滚 滚 他 skating 你元氏 辱突 这些都是你喜欢的 你先好好吃饭 我先走了 弘烨哥 爹 弘烨哥说会用行动补偿物 你先看看她有什么诚意嘛 你 白养你了 红叶哥 你可不知道这几天我有多想你呢 我天天在家茶不吃饭不想 终于把你等到了 这不是那个厉害的丫鬟吗 你怎么跪这儿了 平时挑拨我跟红叶哥那股劲呢 他犯了错 在这儿说法 那正好 让他一块儿听着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 十天后 我将跟红叶哥 在都军府举办大婚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都军夫人 今天有高兴 大家都有傻 快点 快点 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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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天天 给夫人请安 你说句集鲜花 谢谢 我就把这个给你 给 谢谢啊 来 给 谢谢 这是你们的 你想听吗 谢谢 谢谢 这太好了啦 是啊 走 走 干活这 干活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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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好 我祝你们百年好合 得偿送愿 我 我 有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看这钱你也不想要 那我就拿走了 我看这钱你也不想要 那我就拿走了 红月哥 今天的葡萄好新鲜 你喂我吃一个吧 我 我的爱被重新 却又被你 救灭热情 你像帮风也不尽 带走我的爱情 只想你 我挥坏的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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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挥坏了别人的眼睛 都有你的倒影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熊猫 我不是故意的 熊猫 别怕 熊猫 我在 我在 熊猫 我真的不是 我在 熊猫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想听 你哪个人 好 好 好的 你 带你 你 你 不愧是堂堂大帅的义子 照顾病人都照顾得一山不正 看都军眼圈无青 不知是病人让都军挂心 还是因为是我在照顾 让都军难免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该回去了吧 洪爷哥 紫诚哥是奉我爹的命令 来帮我们准备婚礼的 我去帮如梦打点水 哥哥 你什么时候对如梦这么关心了 是不是看上他还享受了他呀 没错 我确实喜欢如梦 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个鸭 如果如梦愿意的话 我当然愿意去他 没想到哥哥你这么深情啊 晓晓 我还想帮如梦拿点吃的 好啊 我带你去 我又想帮你来 好啊 我先帮苹 我赞好 不 确实是我的过错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独讯还是要向前看的 他们一定也不希望看到 你一直沉浸在痛苦 与悲伤当中 都已经过去了 过去就好 我知道 你十日后就要大婚了 他们在天之灵 一定希望看到你幸福快乐 子孙满堂 你也希望我幸福快乐 子孙满堂 那是自然 身为丫鬟 当然希望杜军能够幸福了 我问的是你 我 大婚难道不是杜军的决定吗 难道杜军不想吗 如墨 你醒了 水马上就烧好了 总算是不烧了 杜军 如墨身体孱弱 不管他犯了什么错 请你不要再责怪他了 堂下 别着凉了 周公子很会照顾人 你们天作之合 好好养病吧 千万别辜负了周公子 对你的一帆情谊 红叶哥 这是我为我们婚礼准备的点心 你尝尝看 这种事情 你来决定就好 这太甜了 这个形状也不太好 我不是定了很多吗 都帮我拿过来 嗯 如墨 你身体刚痊愈 多注意休息 还有几盘 我帮你拿 没事的 我自己可以 你尝尝 你看你 吃得满嘴都是 红叶哥 我想好了 就想这个跟那个怎么样 都溢你 嗯 我来吧 小焦 你不是一会儿 还要准备婚礼的事情吗 让如墨帮你 听到了吗 嗯 这些呀 全都是红叶哥 给我准备的 你说这结婚 就结一个晚上 用得着这么多东西吗 一个晚上用不了 你可以多结几次 你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不过你就是个丫鬟 永远都比不过的 还愣着干吗 赶紧给我梳头发呀 嗯 这个不够显眼 这个吧 这什么人配什么东西 你懂不懂爱如墨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 输个头发你都输不好 是你自己乱动 好啊 你笨手笨脚的也就算了 嘴还这么硬 你一个小小的丫鬟 竟然敢无视我的话 你一个小小的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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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了你了 烦了你了 我罢了你的 丫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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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笨 有没有受伤 没事 你没事吧 红叶哥 我只不过是让他帮我梳头发 他差点把我头发的给揪掉 我骂了他几句 他好大的脾气 他还对我动起手来了 你看他把我脸打的 分明是你先动的手 你 我不管红叶哥 你快帮我打回来 打一个小小的丫鬟 脏了手 你看你头发都乱了 说一下头去 不行 我不解气 那你想怎么解气啊 我要刮花他的脸 毒君 一件小事至于吗 我还没开口管教我的丫鬟 你着什么急 既然如梦做的事情 让你们不满意 又讨厌他 他待在你们身边 也只会惹你们生气 毒君 不妨就把他送给我吧 你要他 那你得问问他 愿不愿意跟你走吗 毒君 我愿意跟紫辰走 好啊 走了你就别回来 走 走 这里比毒君服可小多了 如梦 就委屈你了 这里虽然小 但却很温馨 你喜欢就好 这儿是我的私宅 里面的东西 你都尽可以拿来用 今晚你就睡在这间卧室 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 明日我再把你填制 我看那边还有一个房间 要不我就 如梦 那边是客厅 我这儿只有这一间卧室 你别误会如梦 我绝对不是那种登徒子 你放心 今晚你睡卧室 我睡客厅 那怎么能行 要不还是我睡客厅吧 淑梦 你旧商家新病出狱 就好好在这儿休息吧 好 东西 红业哥 我这个义兄 还真是个性情中人 他将如梦 带到了东边小巷的宅子里 他的私宅 他这可是金屋藏家了吧 你说这如梦啊 命可真好 这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她会不会跟我们结婚就是前后脚啊 那我们周家可就是双喜临门了 一边起 一边嫁 我还有公务要处理 我以为凭借一片深情 能阻止你的远行 那场雨飘落在我内心 分不清爱算不算侥幸 我的世界你豪然来临 就不再频频浪迹 你的回来去决定我的阴晴 你的远行操纵我的表情 总是想着想着离开渡君府 现在总算出来了 我领高兴才是 怎么会 一定是挂了新环境 不太适应了吧 我的悲愁心却又被你 照灭热情 你想把风雨哭泣 你带走我的爱情 只剩一座 离开这里 你该满意了吗 我撞进了别人的天晴 都有你的倒影 不是 杜君 又有一段你失踪了 地点是西加杂货铺 leuk 后面的巷子 这一次又是袭建 之仙杂货铺 成衣店 书店 还有布庄 他们作案很有规律性 都是围绕袭这一带 根据之仙遗憾下的痕迹 舞会和宴会上袭击的人 应该是同一批人 也就是说 抓到这批匪徒 就能找到这一切幕后的黑手 清楚 是 头去 我这儿去办 我看他们洋人啊 都喜欢吃这个 不知道 符不符合你的口味 我也是第一次吃 没关系的 如梦 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 吃各种好吃的 对吧 嗯 牛排我已经切好了 你尝尝 我 如梦 你这次愿意跟我走 我真的非常高兴 其实 我有句话想对你说很久了 从第一次见你 紫辰 你特别好 遇见你 真是我三生有幸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亲切 看你对周小姐那样好 我挺羡慕的 不如 我们结拜成兄妹 初梦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想和你做兄妹 我明白你的心意 我真的挺感谢你的 但是 这不是喜欢 初梦 你对我是这样的感觉 那对萧红叶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都已经离开都军府了 我都已经离开都军府了 你替他做什么 我就想知道 萧红叶那样对你 你对他到底是什么感觉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不想再提了 不提便不提 如梦 我们以后还做朋友 可以吗 我 你 你 你 也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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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杜军 我按照您的吩咐 在西街埋伏了诱饵 鱼饵已经上钩了 东街 东街怎么了 东街 东街没事啊 只不过如梦姑娘 跟随周公子去了东街 你替她做什么 我 是杜军您问起东街怎么了 我在想起如梦姑娘的 莫非杜军也是如此 胡说 我是在研究案子 您昨天不是说 他们作案很有规律 都在西街那一带吗 我的意思是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东街也不能放过 明天我去东街转转 是 其盘中色混入他人之棋子 大龙被围 困居 回忆 小红烟 看来是我低估你了 小红烟 叔 我说你这是何必啊 你需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买 紫辰 我现在从都军府出来了 以后的日子还长 我也要自力更生才是 正好 我对这些胭脂水粉感兴趣 我打算自己挑一些 经营一家自己的店铺跟品牌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合伙 到时候赚的钱少不了你的 听着倒是不错 你快帮我看看 挑哪一块比较好 你喜欢哪个 喜欢哪个 看你鼻子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 哥哥 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小笑 你们怎么来了 这不是要大婚了吗 什么胭脂水粉 旗袍礼服都要准备起来 哥哥 你们也是好事将近了吧 什么时候我该该口叫嫂子 哪有的事啊 反正也是早晚的事了 红叶哥 你快帮我擦条口红 好啊 咱们再看看 就要这一块吧 你看这个 别着急 你这个手都没擦干净了 你这个也好看 你这个也好看 小焦 我觉得这只口红特别适合你 来 我帮你擦 你这个也好看 你这个也好看 我觉得这只口红特别适合你 来 我帮你擦 小焦 你觉得我给我未婚妻抹的口红 怎么样 都军亲自出手 效果自是不凡 能化腐朽为神奇 无言更能变红袖 你什么意思 你说有丑是吗 我再夸都军的手艺好 走吧 紫辰 我们去吃点东西 好 就要这个了 这个 包起来 好 不用找了 谢谢啊 佼佼 你慢慢挑啊 好 哥哥 红叶哥 你看我哥对他可真好 你再帮我看看这个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是不是比刚才那颜色好看 走 这儿特别好吃 走 这儿特别好吃 老板 点碗小馄饨 好的 二位稍等啊 好 如梦 我去买瓶汐水 你等我一下 不 杜军 说 查出来了 出去说 是 如梦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就买了两瓶 老板 刚才那位姑娘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怎么一眨眼不见了 杜军 咱们下的右耳传出消息说 已经全部弄清楚了 可以把少女的藏匿地理 就在南边的窗户 说是幕后之人每隔一个星期 都会带着买家来挑户 按照约定 今天傍晚就是交易时间 这次势必要抓个人造并货 走 杜军 杜军 杜公子 你看见如梦了吗 杜军要去办案 别挡挡 他刚在馄饨堡 说没就没 一个大活人 怎么说失踪就失踪 你说如梦消失了 我来不及和你解释了 我得先去找他 陈铭 咱们并分两路 你带人去抓人 我去找如梦 我怀疑他的失踪不简单 是 什么啊 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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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红叶 你竟然死定了 想让我死的人多了去了 你们算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别管我了 你快走 我脚下有地雷 居然射下了天罗帝王 幕后黑手知道我马上就要查到他 就以你为引子射下心去 想让我必死无疑 什么必死无疑 你走就对了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 我说什么你都要听 别动 等会儿 慢慢把脚弄开 这样 就可以了 可以了 你走吧 行 那我们走吧 小红叶 你骗我 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能看着你死 我们不是说好了 不能再一命还一命了吗 小红叶 你有没有想过 没有你 我也不会毒火 快走 走 那我们就一起死 你不是一直想逃离我的掌控吗 对 因为你霸道 专横 偏执 阴狠 说你的缺点 说到明天也说不完 我就没有什么优点吧 勉勉强强 能有一个吧 既然这样 你跟我这样的人死 不知道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 只有本姑娘愿不愿意 你帮我把尸体拖过来 相信我 相信我 我才能奇妙淡写 你是三生多爱 别承认我 是远 或许出一遇 或纠结 你是成人偷悔 某个一切 此生待不愿分别 一具尸体的重量不够 你去帮我把尸体也扳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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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红叶 你快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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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混蛋 你不是说好要投上公司的吗 你又骗我 你怎么能放下我小红叶 你快醒醒 小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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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小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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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 小红叶 你再接着还我 我可能真的就死了 别哭了 你 救灭热情 你想当风雨过尽 带走我的爱情 只剩一座毁坏的曾经 后来我闯进了别人的天气 你想当风雨过尽 带走我的爱情 只剩一座毁坏的曾经 那个事情解决了 你们继续啊 灵力已经值得伤心 我的爱被超新 却又被你 救灭热情 被消灭烹饪 我被抢走了 所幸发现及时 证据被消灰 他呢 此生失败 我隐忍着服这么久 想到还是要拿到我的话 爹 娘 虽然顾家施恶不赦 但他们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至于顾母 就罚他一辈子待在我身边吧 原谅孩儿的不孝 我去 都军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都军府 我自然是想来就来 都军说得是 都军深夜到此 请问是有什么吩咐吗 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 我那一个优点 是什么呀 优点 脸皮厚 就是你最大的优点 那口是心扉 就是你最大的确定 时间太晚了 我要睡觉了 这个送给你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可以保身平安 既然是家传之物 如此贵重的东西 都军还是留给都军夫人吧 我要睡觉了 你们都给我小心点 放那儿 好 小心点 我 我 你快看我给你准备的 不必了 婚礼取消 什么 红叶哥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是不是又是如梦 这个小贱人搞的鬼 这是我的决定 红叶哥 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爹的吗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 我派人送你回去 好样的小红叶 你给我等着 黑水 这回你可以收下了 你毁昏了 那周大帅那边 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那片云坠入我眼睛 看不清你是什么表情 我以为凭借一片深情 能阻止你的远行 那场雨飘落在我背心 这是我命厨房 特地做的山深土鸡汤 来 趁热喝 要不要叫医生 没事 我就是刚才闻到了油腥味 突然有点反胃 那我吩咐成名把厨子换掉 是我自己胃不舒服 跟厨子有什么关系 那我带你回房休息 我自己能走 快放下 我自己能走 这是福岸斋的山楂糕 这是云记的三枚糖 这是罗城最有名的酸糖枣泥 杜骏 凡是能买到的开外点心 我们都买回来了 下去吧 是 你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你喜欢吃最重要 好像是坏的 有点酸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最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东西 那我下次多买一下 杜骏 周大帅带人过来了 我具体就来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和你一起 好 小红叶 你三番五次的回婚 是诚心打我脸哪 你现在翅膀长硬了 连我的女儿都敢做见 你是真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不敢 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要么 你立马风风光光地把我女儿娶进门 要么 立马杀掉这个贱丫头 大帅 这些我都做不到 要么 要是老子现在杀了你呢 大帅 这里是都军府 都军要是有事 你们谁也别想活 想活容易 让他立马跟我女儿大婚 不责 就拉你们一起陪葬 好 我萧红叶 此生非如梦不去 爹 你快杀我这个贱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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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都跟大帅说了什么 无非就是他感兴趣的东西 铁矿 军火之类的 都是因为我 对不 我不想听见道歉的话 我 感谢的也不行 那我说点你想听的 是吗 你不是一直好奇 那个优点是什么吗 就是我喜欢你 在这个优点面前 即使你的缺点多如繁星 也都不重要了 你说话呀 说的不如用做的 蓝色海域 涌动着风的秘密 却被月亮眼头定居 生命还低 你聊过温柔的情 却初不可及 纵身一月 将月亮拥抱潮汐 不过温柔的 无为海域空的距离 满天飞舞的流影 会聚向你 就像我一样为你着迷 你来自蓝色海域 不懂我的孤寂 而我在人间浪静 你能够为你 为你受够欢喜 多么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不轻易 发现我就一直窒息 在你眼底 来自蓝色海域 不懂我的孤寂 而我在人海藏匿 为你贩卖爱意 如果梦天你能够 为我月入天际 一定会发现我爱你的痕迹 你来自蓝色海域 不懂我的孤寂 而我在人间浪静 为你受够欢喜 多么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不轻易 发现我就一直窒息 在你眼底 你来自蓝色海域 不懂我的孤寂 而我在人海藏匿 为你贩卖爱意 如果梦天你能够 为我月入天际 一定会发现我爱你的痕迹 来 行了 睡好了没有 不好 你打呼噜的声音可响了 她能听见我打呼噜 看来是昨天晚上还是不够累呀 我胡说八道 敢胡说八道 看我怎么惩罚你 我知错就改 不该奖励我吗 你怎么知道惩罚和奖励 不是同一件事 我来生日子 好 我来生日子 我去你 谢谢你 我来生日子 再来生日子 我来生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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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风拨乱新鲜 是汤田吗 不拘你的万分之一 完 id 一 mention 闻夜色怎不见 와 此夜司无眠 唯有海糖微유 都弯袭一切 少女烦恼轻如蝶 醉倒就寒眠 我真的没有机会了吗 你觉得呢 个皮刀腰 即便如梦拒就我一百次 我也会守护得一百零瓶的 还看着呢 人家 如梦姑娘 有您一封信 zdrow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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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想我吗 今天 我想好好和你喝两杯 你不会拒绝我吧 当然不会 来 第一杯 敬我们 干了 你之前跟大帅说 非我不娶 是真的吗 千真万全 可是 我都不记得我的父母是谁了 我萧红叶娶妻 从不在乎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我就是好奇 我之前 是怎么来渡君府当丫鬟的 过去的事情 没有必要再提 那我失忆之前呢 你跟我说说吗 我说过 你失忆之前就喜欢我了 那 在之前呢 我是干什么的 我家在哪儿 今儿找我是喝酒 还是易博星 那我今天 就陪你喝个金星 好 小红叶 你杀过人吗 为什么问这个 我听说 你杀过老人 杀过女人 杀过很多人 我伤 是一眼他妈该伤 那你会伤害我吗 不会 我爱你 我会保护好你 你看 荣萌 荣萌 荣君 我派人在街上找了一圈 听一个卖上尖的说 如梦姑娘好像上了大帅府的车 小姐 小姐 没拦住 是 童爷哥 你今日怎么突然过来了 怎么 来找我求和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这么好哄的 打扰这个小姐 我来找个人 搜 萧红爷你什么意思 你当我大帅府是什么地方 我提醒过你 让你别伤害她 你怎么就不听了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可没有什么耐心的 分明有人看见她上了大帅府的车 把她交出来 你敢杀我 你忘了我爹是谁了吗 你敢动我的女人 你是不想活了吗 我爹去外地出差了 这几天车被我哥借走了 走 走 小红爷我告诉你 只有我是全心全意爱你的 那个尖鸭豆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你早晚有一天会栽在她手里的 这是两年前的各大报纸 是 你想问的事情 都在这上面了 当时 顾家是聚谷之家 罗城首富 顾老爷子打个喷嚏 那整个罗城都要抖三抖啊 可谁知 这样名声显赫的一个大家族 三十多口人 竟然惨遭萧红爷杀害 当做上尉的垫脚尸 他真是心狠手拉 丧尽天良啊 顾家 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吗 据我所知没有 萧红爷存心想要灭门的话 就算侥幸留我活口 恐怕也难逃他的毒手吧 乳毛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情 所以 你的真实身份是顾家大小姐 那萧红爷把你留在身边当丫鬟 是存着什么歹毒的心思 乳毛 你不要担心 有我在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会帮你 我永远站在你身边 少爷 杜军带人闯进来了 糟了 他发现你的行踪了 紫辰 我需要一个真相 好 稀客呀 他人呢 你要不要先回府上看看 再来质问人 他回家了 不然呢 他就是过来送我东西 难以想象 双手沾染鲜血的都军大人 竟然会对一个丫鬟动真心 周紫辰我警告 如梦是我的女人 你离他远一点 我只是想提醒路军 今世之地位来之不易 切莫感情用事殷小失大 毕竟 想要再找一个像顾家那样的人肉梯子 可就难了 谨言甚喜 会有说错吗 你敢说顾家命门案不是你做的 你没有踩着顾家人的血肉上位 小红爷 梦回午夜的时候 你就不怕顾家人找你索命吗 比起不择手段 我们彼此彼此 都军果然敢做敢当啊 我也不妨实话相够 我不仅喜欢辱毛 还会和你公平竞争 就凭你 你也配 你还不妨 别不妨 你又不妨 你不妨 你 我不妨 医生 他怎么样 病人气血亏损 需要好好进步 否则不但肚子里的胎儿难保 大人也将元气受损 胎儿 他还孕了 我还孕了 你醒了 我去开个单子 这个孩子 不管你怎么打算 我都尊重 并支持你的决定 没事 不急 咱们先把身体养好 容貌 容貌 我就知道你无关好心 欣甲会让人看着你 你也就会这点小手断了 那也够你喝一碗 够了 萧红烟 你放开他 容貌 你为什么 是我让他隐瞒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 只是被兵犯了 我知道 你是怕我担心 但夏不为力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两个的秘密 怎么能告诉你 说不说 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多着呢 我们之间的一桩桩 一件件 你想听哪个 你是故意的吧 小红烟 是不是在害怕呀 笑话 他已经是我的了 你心知肚明 你们之间的感情 建立在谎言和欺骗上 就像泡沫一样脆弱 一旦泡沫被捉开 你也得不到他的心 你不过是大帅身边的一条走狗 别挑战我的耐心 是 大帅是其中你 萧娇也喜欢你 在他们眼里 我甚至不如你一个手指头 但是如梦不一样 我在他心里有位置 所以这一次 我一定要跟你争到底 承明 但凡他出现在如梦三尺以内的地方 不用我的命令 直接开枪 是 周公子 请回吧 我想吃苹果 我帮你弄 好 如梦 我们是恋人 对吧 恋人之间 应该坦诚相待 你说呢 问人之前 你不应该先问问自己 有没有做到吗 我作为义成独军 自然有很多机密之事 不方便与你一讲 对 我只是一个小丫鬟 不配知晓机密之事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梦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我来了 好 如梦 回去睡吧 我让承明去备车 我觉得医院不安全 一会儿开车送如梦回去 是 医生 帮我开起副活血开胃的药 我要带回家 活血开胃 你们的孩子不打算要了 一由一由一切 就能够走 走 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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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 不客气 走 走 走 让一让啊 老子 肚子没撞了吧 没事 我这个义兄还真是个性情中人 将如梦带到了东边小巷的宅子里 他的寺宅 要不要叫医生 没事 我就是刚才闻到了油腥味 突然有点反胃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最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东西 你放开他 你怀孕了 谁的孩子 你放开我 诺 你管是谁的 原来你们早好上了 连肚子里的孽虫也是他的 对 既然你都知道 何必来问我 我要听你亲口中 好 那我就告诉你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是周紫辰的 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现在看起来像个笑话 我才是那个笑话 你送开他 周公子 周公子 我劝你不要再往前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 我再说一百遍 一千遍 一万遍 这个孩子 跟你没关系 我讨心讨费的对你好 你为什么要这样 好 好 你是把我当成你手心的王女 在羞辱我 欺骗我 践踏我的尊严 你有什么死格说对我好 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还不够吗 我没办法过去 他就像一根刺刹在我心上 我没有办法喘息 我一呼吸就痛 所以你就背叛我 你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 来呀 杀了我呀 屁肥 我忍不得杀你 你得听会儿 我准备呀 是心疼她 在疲惑之风 是相待不愿 芳辕 是不是 你也放去了 你那个世的 喜지를 没有 可惡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荣公 只要你现在若爱我 我会等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可以原谅你背叛我 甚至你肚子里的孽种 我都可以留着呢 荣公 你还是一直爱我的 对不对 我们之前做过的事情 说过的话 都不是假的 对不对 做梦吧 你小红叶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我也不可能爱你 从事这种 我对你就只有厌恶 我这辈子度过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认识了你这个人家 白泪 你真的要这样 让我心花摇曳 成名 你 你要干什么 如果没有周子晨 没有你肚子里的孽种 你就可以永远待在我身边 你放过我 小红叶 你放过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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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欠不欠了你 我妄想你放过孩子 躲下我的国 在我身边 你放下我的旺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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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我的甜逼 要你的的事 你是分手 红叶 皆成是缘 我去处地与我纠结 你是阵阵后悔 某的一片 此生待不愿梦别 我来 似悄然而来的一片 落入虎形的桥结 他为什么要这样 血海神诚我都可以不在用 他还想要什么 不然我就如他所愿 让他走 不行 不行 他的鬼祖是我 是我 可我以为乔柳 他会不会恨我 我 会不会恨我 我管不了这么多 我管不了这么多 我要他爱只能爱我 恨也只能恨我 他也只能恨我 恨也只能恨我 好 好 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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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梦你在哪儿 我在呢 怎么了 我就是想看看你 你在就好了 可是 我要走了 为什么呀 因为 我恨你 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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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去准备点东西 是 如梦 如梦 老 semble 伯伯 如梦 沐儿 沐儿 我给你准备了一点东西 进来吧 沐儿 这里有千年人参 这是大帅在我交匪的时候送我的 说是对身体特别好 回头让厨房给你炖炭好 还有夕阳的抱怨剑 平时没事 你可以看看星星 还有最新的唱片 好吃好玩的都有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滚 滚走 滚走 沐儿 别生气了好不好 沐儿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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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你别说我在这儿 滚 你别说我在这儿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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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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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好不好 滚 滚 这一次是我没有顾及你的身体 我会千倍百倍地还给你 滚 这一次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滚 你开门好不好 滚 滚 你开门 滚 滚 滚 我 滚 滚 滚 竹梦姑娘 竹梦姑娘 带走我的爱情 只剩一座毁坏的曾经 后来我闯进了别人的天气 你像东风雨的你如今 我的风景 给我灵力 竹梦姑娘 有零一封信 竹梦姑娘 这是周少爷让我转交给您的 竹梦姑娘 这是周少爷让我转交给您的 温温 末儿 这是我熬了一晚上的汤 末儿 成名 封城 真没想到 这么容易就出来了 整个渡君府 早就对我不设法了 封城了 封城了 把人都拦住 封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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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去吧 回去吧 封城了 封城了 他发现怎么了 咱们快走 回去 回去吧 回去吧 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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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去哪儿啊 行了 回头了 回头了 敢带死我萧红叶的女人 萧红叶 你早晚有一天会下地狱 我今天就先让你见阎王 放他走 让开 蜀梦 你为了他命都不要了是不是 我说 让他走 跪 蜀梦 你铁了心要离开我 是不是 对 都是你自找的 我自找的 我全心全意地对你 你却三番五次地背叛我 你将我们的感情气如婢侣 前方百计地想要逃离我的身边 好啊 今天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杀了我 杀了我就可以离开了 来 你别以为我不敢 那你还在等什么 动手啊 原来你这么好吗 随便儿 而来的一片远 落入虎形的角线 下次 你就没有这么好远了 放开我 你 你赶我眼 你放开我 你就这么想走 这么想跟他远走高飞 你就这么喜欢一边勾引我 一边承怀在他的夸项 我告诉你 你是我的人 只要我握着 你就永远逃不掉 既然你恨我 那我就让你恨个彻底 小红颜 握给我 你个混蛋 小红颜 是你逼我的 两年前你杀我满门 我怎么可能原谅你 你是故事最浓的那一眼 我怎么能 你知道了 对 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不可能原谅你 更无法介绍 我怪对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 从事之中 我跟周紫辰 都清清白白 无愧于心 真的是我的孩子 我杀了我自己的孩子 我杀了我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两世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杀我全家 杜我胎儿 还妄想我继续爱你 小红颜 我知道我怎么样都逃离不了你的手掌心 我也没有办法杀死你 我累了 这辈子 我们就这样了 下辈子 也不要再见了 小红额 竹梦 竹梦 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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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撤她 莫儿 莫儿 杀饼 杀饼 背车 莫儿 你 被人虽然抢救过来了 但她此前撞伤过头部 失去过记忆 现在不能再受刺激了 我先去给你开个报告 什么呀 虽然宫 终下三山的情节 那肩声 染一片枫叶 余生都红成错觉 你是纪念爱恨 情不能解 几番纠缠 赴尽红烈 你是故事最浓的那一眼 我怎能奇妙的写 你是三生所爱 皆长誓言 若许出地狱或纠结 你是正转口 回谋的一片 此生你是谁啊 若许出地狱或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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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墨 古墨 你不记得我了 这是哪儿啊 你别碰我 我怎么会在医院啊 我爹呢 你爹 你爹他出差去了 去外地了 不可能 我爹怎么可能放心 我一个人在医院 他 他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 是因为有我 你是我太太 你骗人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不可能跟你结婚 我还在上学呢 我没有骗你 是因为 因为有人要刺杀我 你帮我挡了一下 受伤之后 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刺杀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是你的先生 萧红叶 也是罗城的都军 那冬儿呢 我要是嫁人了 他肯定也是陪嫁丫鬟 你担心你爹 你担心你爹 就让冬儿随你爹一起去出差去了 冬儿 就让冬儿随你爹一起去出差去了 那 冬儿不在 我爹也不在 你让我如何相信你说的话 我是萧红叶 你身上有一片红叶 是你为我赐的 陆娟 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医生说 可能会有回忆症 他忘记了我所有的事情 只记得 没有遇到过之前的事情 也许是那段记忆 对他刺激太深了 他为了保护自己 才会忘掉 是不让他变成这样的 是不害了他 杜鹃 好在 顾小姐已经救回来了 前世已然追回莫及 重要的是 以后怎么办 牦 记得 鸑鸢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和你娘 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对你们造成的伤害 现在这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这可能是上天给我的第二次机会 我发誓 我一定会接近所能 和你娘周全 你一定要相信我 服务员好 服务员好 这里是 这里是渡君府 也是我们的家 你快放我下来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就是让他们都知道 你是我的女人 谁都不能怠慢了 夫人请用汤 快吃吧 我没胃口 你刚从医院出来 身体还未痊愈 还是要吃点东西的 杜君 周大山那边大发雷霆 周小姐闹死闹活要见您 她死了都与我无关 怎么了 没事 刚才吃鱼的时候 不小心刺到了 这个没有刺 这个也没有 我吃好了 我房间是在楼上吧 我先回去休息了 等等 看你 刚才吃得太急了 多谢独军 独军 顾小姐似乎 比之前跟您更亲近了 亲近 我刚才靠近她的时候 她的睫毛都太多 她分明是在害怕我 或许是因为独军您的身份 她现在便回了那个顾家的千金 对打打杀杀的事情 从未有过见闻 对 自古美人爱英雄 独军您是英雄豪杰 顾小姐一定会再次爱上您的 肖红叶 我身上闻了她的名字 可是我都想不起来她是谁 我真的是因为旧她而受的伤吗 以前我那么爱她 可为什么我一靠近她 就害怕得想逃离 她们都这么久 你跟她们不一样 你该叫我恒业 你该叫我恒业 就跟你以前一样 抱歉啊 之前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算你一直想不起来 也都没关系 对了 杜军 红叶 这么晚了 要不你早点休息吧 你没事吧 让我缓缓 杜军 杜军 你这是要睡地上吗 我可以睡床上吗 不 我的意思是说 这府上这么多房间 您大可不必 我不是说过吗 我们是夫妻 我会好好守护您的 可你不是说 你放心 在您没有答应之前 我不会碰您的 不不合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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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多军你还没睡啊 我没事 你怎么了 我想我爹 想回家 等他出差回来 我第一时间带你回家 我明天想出去逛逛 想去哪儿 我都陪你 我都陪你 去哪儿 我都陪你 我都陪你 我一晚 我都陪你 咱们先做完旗袍 然后再去西餐馆吃饭 先生好 然后再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的书 先生好 最后再去大剧院看演出 好 小姐 她还活着 她怎么跟那个杀人袖手在一起 姑娘随便看看 这些都是老板推荐的款式 你觉得我穿哪件好一些 我看看 我觉得这两件特别适合你 要不要试试 好 老板 来 这边请 她眼光还不错 一挑就挑中了我喜欢的 小姐 小姐我是冬儿 你怎么会跟萧红叶在一起 当年可是她杀了你全家 小姐 小姐我是冬儿 你怎么会跟萧红叶在一起 当年可是她杀了你全家 小姐 小姐 你在吗 小姐 怎么是你 老板 来 这边请 老板 有没有单独的示意间 有 在里面 快去吧 跟我来 陈铭 冬儿 你竟然还活着 冬儿 你怎么没换衣服啊 因为不喜欢 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老板 这两件我都要的 行 那我先帮你包起来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那两件 因为我们是夫妻啊 所有你喜欢的事情 我都记得 诶 程副官呢 哦 我让他去忙点事情 咱们接着过 嗯 走吧 怎么样 喝口味吗 还不错 不过 不过 就是这个牛排好像有点 不好意思啊 牛排是我第一次做 你做的呀 那我要多吃一点 来 你这样盯着我看 我有点 我不看了 好 这片红叶 送给你 好漂亮的红叶啊 我对你的爱 就像这红叶一样 火热 吃脸 喜欢吗 喜欢吗 喜欢 好看 刚才的烟花表演 好看吗 你会不会太破费了 为你花钱 我乐意 那我多不好意思 送给你了 这个娃娃 喜欢吗 喜欢 那边有表演 咱们去看吧 好啊 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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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儿 墨儿 你没事吧 我有点累了 我带你回家 好 好 好 小心 你受伤了 没事 回家 你得受伤 回家 走 刚才没吓着吗 对不起啊 要不是我今天非要出去逛 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说什么傻话 你没事就好 可是你流了这么多的血 一点小伤 我们行军打仗 疼吗 疼 是 还有点冷 冷 你该不会是伤口发炎发烧了吧 不热没发烧 你该不会是着凉了吧 这个天气睡在地上确实有点凉 寒气太重了 是 也是 你受了伤 理应睡在床上 那要不 今天晚上我睡地上好了 我怎么忍心让你睡地上呢 我们是夫妻 那要不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床上 嗯 莫儿 我小红爷 绝非贪图色相之人 我只是希望能离你近一点 不要害怕我 我不害怕你 可是离喜欢 还差很远 你先休息 我去洗澡了 我 我 我 冬儿 谁派你来的 小红爷 老天有眼让我活下来 就是为了要揭发你 不让你灾害更多的人 你害了顾家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你还想对小姐做什么 谁让你接近顾梦的 没人派我来 我从十岁起就跟着我们家小姐 顾家对我有案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欺骗小姐 冬儿 你很忠心 可是你的忠心用错了地方 你这样会伤害得顾 害我们家小姐 害顾家的人是你 小红爷 我既然看的 是你炸了顾家 来人啊 来人啊 你占下了引爆器 不错 我虽然没有看清楚你的脸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你穿着新郎服 不是你 还能试试 冬儿 见到你很开心 你终于帮我解开了多年的疑惑 顾家当年的灭门惨案 果然令有蹊跷 好 老大 放心吧 今天是顾小姐大婚的日子 所有人都集中在顾宅 我已按照计划 买好了炸弹 等时辰一到 顾家上下 一个也跑不了 到时候您的仇 就可以报了 也不枉这些年 我们吃得苦 受得罪了 不枉了 陈铭 去把炸弹拆了吧 还有几分钟就爆炸了 虽然来得及 但是 走 这不对啊 离我设定的时间 还没到啊 好 忘了 一切都是天意 恭喜老大 大仇得报 好 我说这炸药怎么会提前爆炸 根本就是有人在黑吃黑 不仅如此 我怀疑当年顾梦就是被那个人收留 训练成了杀手 之后的一系列刺杀 都跟那个人逃脱不了干系 实在是太可恶了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现在只有冬儿见过那个人 她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此事交给我 您放心 尽快 好 对了 冬儿那边 一定要好吃好喝的招待好 毕竟梦儿除了我 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 冬君放心 一切由我 红叶 冬君 这个幕后黑手 害了您 又害了顾家 您跟顾小姐 可谓是同仇敌忐了 就像今日你们一起面对我一样 说不定 会因此更加亲近了呢 我看今日 顾小姐对您依赖了许多 看来都军这一刀 没被挨啊 这一刀 日后再找你算账 都军 我这可是在帮你啊 别看这血流的虽多 但是这伤口却只有浅浅的一层 古有烽火 戏诸侯 博美人一笑 今有都军挨一刀 获美人信任 这不值得吗 知道你献计有功 上 多谢都军 来 好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当然是去睡觉 床不是在那边吗 我去客房睡 你不是说会对我的伤负责 不关我了 那是因为你骗了我 我以为你的伤是我造成的 结果都是你自己一手策划 你果然听到了 没错 我全都听到了 小红叶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枕边人吗 可你连枕边人都这样算计 你把我当什么了 对不起 这次是我太心急了 我看你忘了我 又很害怕我 我不想再一次失去你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信任吗 爱难道是要靠欺骗 跟谎言来维系的吗 骗子 骗子 居然用这种招数欺骗我 明天我就搬走 会自己的架 再也不要见到他了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信任吗 爱难道是要靠欺骗跟谎言来维系的吗 如果没有谎言和欺骗 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好 别怕 有我在 我才不怕呢 你这个骗子 不要靠近我 是我怕 你陪着我好不好 想救你小小伙 好 别怕 别怕 我不会走的 对不起 我 因为我对你的情意山高神朝 所以我宁愿你将我遗忘在脑后 不愿你想到我而悲伤 知识 沙士比亚的 十四行诗 是你最喜欢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是夫妻啊 所以你喜欢听什么 看什么 做什么 我都知道 那你还骗我 算得门子夫妻 莫尔 这一次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一直想守护在你身边 逗你的 其实 从你进门开始 我就原谅你了 我知道你是因为 我想不起来我们相爱的事情 所以说我才会想出 英雄救美的招数 现在 我才算是真的有点 相信你说的话了 你看这个书签 跟我身上的一模一样 还放在我最喜欢的书里 我以前 一定很爱你 你会想满意 我才更要向你道歉 对不起 梦儿 我萧红耶发誓 从今往后 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 都说原谅你了 还读不读诗了 不读我睡觉了 我读 我是说如果你都到此时 而那时我也许已经化为尘土 你千万别念叨我卑微的名字 让你的爱与我一道绣于观目 原谅我对你的爱是在欺骗的选题下 但是我对你的爱都是真的 红叶 醒了 不多睡一会儿 我是因为看你醒了吗 我看你最近都没睡好 我已经拆人准备一些安神的法子 菜熬下去黑眼圈都出来了 快喝吧 杜军 有点事情等你去处理 我去处就会 乖乖喝完不许折 这是根据冬儿公书 所画的点燃炸弹男子的画像 看不清脸 但是好像戴着一枚特殊的戒指 这个戒指 我好像在那儿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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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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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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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是 是 他 是 你 是 是 是 对不起 冬儿 多亏了你还活着 才让我有这么好的主意 陷害萧红颜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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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东军 不好了 刀儿姑娘出事了 小姐 东儿回来了 东儿 真的吗 他在哪儿 就在走廊尽头的小房间里 等着您呢 糟了 有人灭口 血还是热的 人一定还在府上 快派人去搜索 是 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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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莫尔 母爷 东儿回来了 他人呢 怎么不在这儿 东儿 不是和你爹出差去了吗 刚刚还有一个小厮告诉我说 东儿已经回来了 没有啊 这地上怎么有血啊 是鸡血 鸡血 我看你最近身体不舒服 想杀这鸡给你补补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将东儿藏起来了 要给我个惊喜 出去 鸡汤都好了 先回去吧 这现杀的鸡啊 就是香 顾小姐 你也在这儿呢 我们喝鸡汤去吧 嗯 嗯 都军 我派人把杜军府 翻了个底朝天 凶手还没找到 不过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那个人会不会是 周子晨 我想起来了 这个戒指就是他的 他一直惦记你的杜军之位 而且 对杜军府了如指掌 如今 不仅杀了东儿灭口 还想嫁祸于杜军 常务军令 密补周子晨 是 今日多亏杜军机制 险些被他得偿 梦儿 可没有那么好糊弄 那怎么办 我自有办法 小姐 东儿我回来了 嗯 木儿 我们先回去吧 不行 不行 我得去找东儿 东儿 东儿 你会 夫人 我是小桃 怎么你们都管我叫东儿 我和他长得很像吗 木儿 杜军 杜军 你怎么跟小桃在一起啊 我以为是东儿回来了 他和东儿是有几分相似 从有人把他看错成东儿 上午那个小丝 应该也是认错了吧 下去吧 是 来 你看我今天收到了什么 是爹的信 是 岳父大人交代什么了 没什么 我怎么偏见给我交代了任务 说在他回来之前 听到好消息呢 我们不是说好 木儿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我会好好照顾你 加倍地珍惜你 你相信我吗 今天晚上 你来找我 我再告诉你 我走 你走 我走 走 你走 我去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从前有一个园丁 他十分爱护花园里的一朵花 每天为它浇水 除草 白天的时候 他守着它 为它遮阳 打伞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又陪着它看月亮 打雷下雨的时候 让你的爱 他守着它 为它读诗 你会遇到学乎的观望 可是 小花总是不开花 她心里十分着急 不好意思 忙里忙外 六半是我第一次 为小花找最好的养料 但其实她的爱 就是小花最好的养料 而小花 也早已喜欢上了她 梦儿 你这是 我想了许久 才想到用这样的形式 向你表达我的心意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有你在我身边 我一点都不恐惧声响 你的爱 就是我最好的暗身样 明白吗 先生 你刚叫我什么 没什么 我们去玩皮影吧 我想听 再叫一遍好不好 你放开我 说不说 好了 好了 我叫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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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是我太心情了 我还有公务要忙 我还要公务要忙 你还要啊 你还要 我先走了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 事和好啊 不止月亮终于到我怀中 恭喜杜鹃 守得云开 见月明 这一次我好不容易失而复得 我一定给她足够的尊重和宠爱 不能操之过境 莫儿 莫儿 你回来啦 你看我画的画 怎么 不像吗 像 跟照镜子一样 那 你喜欢吗 送我的 我看你整日忙于公务 担惊劫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 就想着送你一个礼物 希望你能开心 画我收下了 但是我不喜欢一个人 在画中孤单 我喜欢成双成对 不如你叫我画画吧 好啊 双 CDM 梦常去rops 留意借磨合影额间 晚风拨乱新鲜 涂雪少年将拆了结 并不绝在思前 在街魂早入世间 就像小山仙那出个缘 随随长相见 半年衰老 穿碎望天面的上弦月 一春风寒暄 又如烟来满流着夜 红颜 我想我没事 我们出去约会吧 满开人间 知己传风不及流言 保暑三二一 我们一起笑啊 面对镜头 来 三二一 翻面山友 春随望天面的上弦月 一春风寒暄 摇入眼 来满流着夜 幻月色怎不解 我自也似无眠 惟有海的未许 多晚些一切 少女烦恼情蝴蝶 醉倒酒寒烟 明珠不着剑 则却远照临近花间 山丑着大哥照年 过眼就忘却 满看人前知己 春风不见了年 三二一 三二一 你许了什么愿 我不告诉你 那我告诉你我的愿望 我希望 我们永生永世 在一起 说出来 就不灵了 不会的 红叶 你会永远跟我在一起吗 我发誓 我绝不会松开你的手 红叶 你放心 即使你身体有恙 我也不会介意的 我是受过西式教育的女性 你放心 可以接受柏拉图式的恋爱的 身体有恙 难道不是吗 你这几次 没想到你对我 竟然有这种误会 今晚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婴� 岂岂 蓝色海域 融洞着风的秘密 却被夜亮都听去 生命海底 你聊过温柔的情 却出不可及 纵神一月 像烈辆拥抱潮汐 无畏海与空的距离 满天飞舞的流影会聚向你 就像我一样为你着迷 夫人 您起来了 独居呢 独居一早没来得及用餐 就和程副官出去了 给我让开 我要找萧红叶 滚开 住手 你是谁啊 我是谁 如梦 你飞上枝头了 激烈也变差了 这位小姐 你应该是认错人了 我是顾吗 我不管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给我滚开 我要见萧红叶 红叶不在 你还是请回吧 红叶 红叶也是你能叫的 我们是夫妻 自然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你这个小贱蹄子 如果不是你 红叶哥怎么可能不爱我 我杀了你 红叶哥自然就是我的了 你 我杀了你 你 你 尽管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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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怎么样了 经过检查并没有什么大事 但是还是得先给他退烧再说 不然这高烧总是退不下去 人即便醒了脑子也会烧坏掉 那接下来怎么做 先给他用冰敷降温 我再开点药 内外监视 好 辛苦 刘萱 德萱 你我两家的血海甚至我一刻都不敢握 你放开我 萧红叶 两年前你杀我满门 我怎么可能容量你 这辈子我们就这样了 萧红叶 我萧红叶 此生非萧红不去 萧红叶 你要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萧红叶 是你杀了我全家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松开他 所以你就背叛我 滚 我 他 你 效已经退了 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我没事 你没事就好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你拿这个药方子 去人心药铺抓一副药回来 好的 夫人 都军 身体还是不舒服 只是受到了惊吓 夜里还是有些睡不着 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幸好有你在我身边 毒君 好消息 什么事 这是军部直接发来的调令 调令落成 毒君守卫一方屡历战功 早该如此 这是好事 我马上去收拾一下 毒君怎么了 难道这调令有什么问题 调令没有问题 我只是怕这次 不会走得那么顺利 您是指周子晨还是大帅 一会儿你将灰之汉 投递出去以后 就回军中准备 我们要一惊之痛 是 陆军 你怎么来这儿了 这个灵魏是 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还记得上次 失忆醒来的时候吗 那次怕你伤心 就没敢告诉你 你那次受伤 不是流产了 原来 我没有过一个孩子 我却没能保护好他 我们还会有很多大孩子 到那个时候 我就出去见公礼仪 你就在家里面好好带孩子 我们 我们 还会有这么美好的将来吗 子晨 我答应你 会比这个更好 小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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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老弟 一听到你的好消息 我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恭喜啊 怎么 不欢迎我啊 大帅大驾光临 自是欢迎 走 我们坐下慢聊 小老弟啊 我今日前来呢 第一 是恭喜你升迁 我早说过 你绝非池中之物 这不是吗 马上就离开罗城这个小池塘了 一飞冲天了 说不定我老朱今后 还要仰仗你呢 来 我也忘不了大帅的踢血之恩 不值一提 干了 这第二件事嘛 小女前几日多有冲动 朵朵冒犯了 我今天过来呢 给你和弟妹道个歉 都怪我 平时管教无方 你们放心 今后我一定对她严加看管 对不起 之前的事 是我不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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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妹 你看 这样还满意吗 本来就是误会 说开就好 这事以后就不提了 好好好 你病刚好 我帮你喝 我就说嘛 弟妹是明氏里之人 来来来 弟妹 来来来 大帅 我跟你喝 好 小老爹 很开心啊 来 来 弟妹 大帅 我再敬你一杯 好 二位 我适配一下啊 方便一下 爹 我扶你 好 来 继续喝啊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不用那么讨好她 我们都要离开了 罗城的恩怨 就留在罗城吧 好 我上楼帮你拿个猫胆 红野哥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这应该问问你自己 我想不明白 她不过就是一根小小的丫鬟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她 我是大帅独女 从小到大我想受这万千宠爱 为什么她一出现 抢走了我的爱情 抢走了我的荣光 抢走了我的一切 她没有抢走你什么 因为我从未喜欢过你 所以你一开始跟我定下婚约 也是利用我的身份 故意在骗我 是 我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看 你也是这么残酷无情 所以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你疯了 我没疯 我只有恨 我恨你们所有人 你疯了 大帅 你为 我扶您过去 还是有点不胜酒力 你 弟妹 我其实对你已经仰慕许久了 大帅 我有些天心的话想对你说 请接住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弟妹 弟妹 住手 弟妹 没事吧 没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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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 你怎么了 爹 爹 爹 你怎么了 你 小虹爷 你为什么杀我爹 ging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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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前 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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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爹 爹 爹 好啊 萧红叶 你竟然敢杀大帅 你四处藏着躲避追捕 一直在等这一刻吧 故意设局 就是为了栽赃陷害我们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大帅可是在众目睽睽下 死在你的手中 萧红叶 你何必再挣扎 我已将四处包围 你逃不掉的 束手就擒吧 都军 什么情况 我们被袭击了 快走 走 梅儿 你快 走 走 别管我 萧红叶 我知道你在这附近 你把军印交给我 我就放你们走 否则 别怪我手下无情 红叶 别出来 不用管我 都军 不能出去 你放开我 我必须要救他 都军 出去无尽于事 顾梦可是在我手里 我只数三个数 一 二 三 赵子晨 赵子晨 红叶 我给你军印 你放开他 独军果然情真意气 那我就成全你 让你做个痴情鬼 教绣 教绣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 彭言哥 我受不是你的人 死我也要你救一辈子 走走 彭言哥 快走 是我杀了他 小军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 当初不是说好要带我离开吗 现在为什么要搞出这样的事情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 杀了大帅 为了我要夺兵权 治萧红叶于死地 姑母 你清醒一点吧 我杀了大帅 嫁祸给萧红叶 就是为了牵绊住他的脚步 只有他现在这样 如同丧家之权 你才有可能真正脱离他的掌控 不然 若萧红叶还是那个 只手遮天的独军 他能轻易地放你离开吗 紫辰 他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 你也已经做成了大帅 我们是不是 顾梦 你难道忘了两年前 我从水中救下你的时候 你说过什么话了吗 你说你大难不死 比我一条命在 是要为顾家报仇血恨 那两年 你在我的特训下 夜已继日 勤学苦练 不曾我一日懈怠 我也日夜陪着你 只有我知道你是多么辛苦 后来 你终于凭借着强大的意志 和一刻要报仇的决心 成功变成了一名出色的杀手 好 现如今 你已经回忆起了一切 也有机会守认仇人了 却因为萧红叶 那充满谎言和欺骗的爱 就想要放弃 只想要离开 你对得起你那惨死的爹吗 你对得起 那顾家被灭门的三十余口人吗 对得起你胎子腹中的孩儿吗 你对得起你 姑母 咱们不能对仇人 动侧眼之心 更不能让仇人逍遥法外 就算搜遍整个罗巢 咱们都要把他找出来 我们一定要杀了他 那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倒是有个办法 能让他主动闲身 就是需要你配合我演出好戏 松开 都军 请你冷静点 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密道跑出来 你要造反吧 诚明 松开 都军 我们要从长计议 你不能冲动行事 都军 都军 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就算死 我也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你懂吗 都军 顾小姐虽然被抓 但他只要还有利用价值 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您要是死了 对顾小姐来说 才是真正的绝境啊 滚开 后卫 后卫 左眼边边 萧红业的山海大帅后 叛逃 新商人大帅 明日将举行大会 多军 我们已经知道了 此次大事促死 是周子晨暗中下毒 这个婚礼 就是逼您现身的陷阱 就算是陷阱又如何 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 活出行命 我都要救他 既然这样 我跟你一块儿去 陈铭 你没必要去送死 自从八年前 您在路边给了我狗饭吃 我这条命都是您的 陈铭 你不欠我呢 这是我的私事 是我欠他的 听我的 我看 好了 没问题 看好了吧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请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郎朱子晨 你愿意这位美丽的女士 成为你的妻子吗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 对她忠贞不渝 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我愿意 新娘姑孟 你是否愿意这位男士 成为你的丈夫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 对她忠贞不渝 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我愿意 在场的诸位来宾 女士有没有反对 今天这场婚事的 如果没有的话 现在我宣布 我不同意 我带你回家 就凭你 周子澄 你的大帅之位名不正言不顺 还做得稳吗 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我可以把军印给你 这个提议倒是挺有诱惑力 只要你让我带走孟儿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对你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 你的大帅之位也会更加地稳固 你的意思是 我说什么你都答应 对 跪下 现在看她 谁才像那条高 好 现在可以放他走了吗 好 本帅也是通行达理之人 绝印 沐儿 快过来 沐儿 快过来 这一枪被我顾家满门 沐儿 我要你血债泄肠 这一窍 为我尚未出世的孩子 你心狠手辣 枉为任父 心结 那肩上染一片枫叶 余生都红尝错绝 你是青年爱盼 情不能解 一番纠缠 突尽红裂 最后一枪 是为我自己 我数次逝宜 你居然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爱上你 小红叶 遇上你就是一切错误的开始 今天 我终于亲手接受这个错误了 这是哀?", 你世将转转后悔 某一边 此生再不圆风变 阿姨 是中逗逃那次 就恢复记忆了是吗 你都知道了 我这么爱你 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我怎么会不知道的 其实我这次来 就没想活着回居 我只能死在你手里 也是我心甘情愿 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 如果有来生 我希望我只是小红颜 你也只是孤梦 没有这么多血海深仇 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如果啊 我们既回不到过去 我们既回不到过去 也没有将来 我想跟你说 我记得我们走过所有的路 说过所有的话 我小红颜发誓 从今往后 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伤害 我以前 一定很爱你 做过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一起喝咖啡 一起看野花 在人举重跳舞 在人恨着拥吻 许悦永生永世在一起 我希望 我们永生永世在一起 这些我都记得 这一辈子 我都拥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都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 宝儿 只剩一座回来曾经 后悔我 成绩了变人的年轻 都拥有你的道理 对不起 我爱你 对不起 小红叶 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么恨你 又这么爱你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活下去 这辈子的爱恨情终 就到此为止了 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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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自杀 你为什么要自杀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三番五字的失忆 可是却反复爱上小红叶 我究竟哪里不如她 是我出现得太晚了吧 如今你马上要嫁给我 亲戚 地位 荣誉 一切都唾手可得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杀 要跟这种人一起死 你为什么这么杀 放开 放开 滚 都给我滚出去 滚 别以为我不知道 暗下引报警的人是你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就是当年你萧家 不同用自己的水运走私 所以大帅才逼迫顾家 陷害你萧家 导致你萧家被抄 父母相继死亡 可顾家良心难安啊 居然拿到证据 要取报大帅 所以大帅只能派我灭了顾家 可惜你灭了顾家 做了那么多黑心事 大帅 还是将独军之位给了我 罪他该死 我为他做了这么多 他只不过认为 我是你的一个影子 就是他 一直吵之其来 挥之其去的狗 我堵死他 也都是便宜他了 你杀了他 还嫁祸给我 你只能生理欲欣欣 你就不怕造天险吗 对 我就是要往上爬 你 小红年 我就想想现在这样 把你踩在脚下 你看看我们两个 谁才是那个笑话 就算你得到一切 也没有得到过我的心 你灭了顾家满门 你 要杀了他最亲戚的丫鬟 我受刺地将他治愈危险的境地 你要想让你儿子活命啊 就按我说的做 他怎么可能喜欢你他怎么可能 我告诉你小红烟 我也是被逼的 这一切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可你做了这么多 姑母还是要跟我一起死 小红烟 你现在说这些 都已经晚了 那大帅之游也是我的 顾孟也是我的 今晚 就送你一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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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侍 伯侍 慢点 什么 前夕又来了一批伤员 快来帮忙 马上 我萧红叶 此生废入梦户区 那你会伤害我吧 我会保护好你的 你走吧 我不能看见你死 没有你 我也不会多活 你像冬风雨里 临近我的风景 给我努力 静止的伤心 我的美潮心 却又被你 消灭热情 你想把风雨不尽 带走我的爱情 只剩一座毁坏的曾经 后来我装进了别人的天井 我有你的倒影 我有你的倒影 詞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